欢迎收看寻找台湾感动力 我们要带您走遍368个乡镇市区 一起寻找追梦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侯奈荣 新竹尖石的山上 有一间专攻无菜单料理的餐厅 老板是泰雅女儿谢真怡 她8年前来到余老部落 想要完成从国中时期 便坚持的梦想 开一间属于自己的餐厅 她花了3年时间做食材调查 5年前餐厅开张 她把与泰雅文化 息息相关的食材 例如贵竹笋 刺葱融入料理 并向当地的老农采购当令的食书 让不同季节到来的客人 都能感受到不同惊喜 新竹尖石厢的余老 是通往斯马库斯 正希堡的必经之地 许多游客会在这里歇息吃饭 这里有一间在竹林中 专门提供无菜单料理的餐厅 其实我们每次来 都有很多的惊喜 因为每次的菜都不一样 餐厅的灵魂人物 是泰雅女儿谢珍宜 采访这天洒着大雨 气温偏凉 湿气很重 在中午客人到达之前 谢珍宜除了要备料 她还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生活 今天太潮湿了 然后想说这个木灶的房子 稍微用烟熏一下它的胶油 比较不容易被虫煮掉 也不会因为潮湿那么快就腐烂 就是起一个干燥的作用 早期泰雅族人的房子 多以竹子建造 竹子容易受炒腐烂 所以渣渣户户都有烤火的地方 生完火后谢珍宜便开始准备中午预定的料理 今天重头戏菜色是竹酸炒肉丝 那因为桂竹笋的那个纤维比较细长 然后又比较稍微粗一点点 所以可能在切的时候要稍微剥细丝一点 然后再切个小段 谢珍宜的笋来自餐厅旁的桂竹林 桂竹对我们泰雅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从生活到我们的饮食都必须要靠贵族 那最早期就是泰雅族居住的地方 都是用贵族搭建的高角屋 大到住的 然后小到一些篮子啊 或者是一些手做的一些筷子这些 都是用贵族制作的 对 所以每一年这个四五月 就是才贵族笋的季节 这个时候最好吃最新鲜 对 除了强调当季 谢珍宜的食材也大多来自在地 比如说今天料理的鸡 就是来自合作的部落老农 食材都是我自己在处理 就是从要采青菜啊 今天的鸡一半要与20年老菜谱一起煮汤 另一半则是用来做红烧鸡 而红烧鸡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做料理的兴趣好像就是 从小时候就一直有 然后有一次外婆送妈妈一只鸡 就是山上自己养的放山鸡 然后那时候国小 然后就想说爸爸妈妈工作很辛苦啊 然后回来就给他们做个红烧鸡 就是今天要煮的料理之一 结果我把那一只鸡煮坏了 但是就是还是会想要去料理 想要去煮东西 他一直跟我爸说我要去读光复的餐饮科 然后他都不肯 他就说你就跟姐姐去做美容美髮就好 所以高中三年就负气不回家 但是一样读书一样就是学美髮这样子 但是高中一毕业之后就赶快跳到 那个煮东镇上一些小餐厅 对从那个洗碗工开始做起 一路从洗碗工做到饭店外厂主管 谢真怡没有从事过厨房工作 凭着对餐饮的执念无师自通 成就厨一道道展现泰雅风味的料理 厨艺从哪里学的应该都是从这里开始学的 看到这些食材才知道要怎么做 将笋丝下锅与猪肉一起大火翻炒 闷到入味后再将刚刚采下来的刺葱加入 鲜笋的清甜加上刺葱香气 与众不同的滋味令人回味 这锅在做竹笋炒肉丝 旁边同时在焖煮红烧鸡 还有这道马告香肠是来这里必吃的招牌菜 那我们这个用纯的那个黑猪肉 然后跟圆颗的一粒一粒的那个马告一起灌 所以它这个香气会比较足一点 然后也比较不会有油耗味 每一道菜都各有特色 我都喜欢 尤其我刚刚吃到香肠 它是原住民的特有的味道 马告香肠 让我觉得一片再一片的想要吃 这边的山啊 这边的水啊 尤其下过雨那个大井 那真的是你没有来你没办法感受到 从小就梦想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餐厅 八年前谢真怡辞去市居工作到山上竹梦 然而在开餐厅之前 谢真怡先花了三年时间进行食材调查 一年四季它会有什么样自然生长的食材 然后还有就是这附近的老农 他们每一季都会种什么样的蔬菜 然后能够提供给我们来做料理 所以那段时间是在做这个调查 每个时节产出不同的食材 土地的风饶从地名鱼老就可以看出 这边的地名叫鱼老 然后如果是用泰雅族的来说它是五绕 五绕的意思是在对泰雅族人来说 是一个土质非常肥沃的地方 因为五绕就是土 但是对我来说料理它不只是一个 提供一个吃的东西给你 我觉得它是一个有文化的 它是一个有灵魂的 它代表我自己个人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 所以我就才会在厨房 想说来去做料理 就是这份自信 再加上土地的滋养 才能够孕育出一间有文化 有灵魂 山林里的秘境餐厅